am1newsguard想跟大家说一宗在日本发生的新闻消息 日本的7-1171有一些加盟商就说不想开那么长时间 不想做24小时了 不过总公司就说不 但转过来有10间由总公司去经营的7-11 就说在短时间里便会缩短他们的营业时间 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日本那方面会有一些加盟商有这样的要求呢 其实都不难理解的 第一就是晚上找人的工资很高 另外那个交易额 就是做多少钱生意也不是那么理想 再加上就是说清洁或者一些后供罪也很难安排 所以有一些加盟商就要求7-11给他们做短时间 这件事就令我想起香港 因为过去其实大家都会记得 刘德华有一个深入民心的广告就是说 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怎么可以的 但经过了长年累月之后 大家又有没有想一想这句话究竟是百分之一百对的呢 我自己就发觉近年很多消费的新闻 尤其是一些客户投诉 其实你看回头可能那间店已经做完他做的事 那些受货人也没有做错的 有时甚至乎如果是有一些片看的话 你在网上就会见到 好了有些客户或者有些客人 他们有时对于店员的态度还可以用过分 或者觉得很无理取纳的形容 究竟作为一个零售商 在香港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的一样东西都要向我们的客户做到一百零一分 或者甚至乎更高分 我觉得每一样事情都要讲求公道和公平的 买东西和卖东西没有说哪一个好处了 如果买东西的人不是觉得那件东西他对 或者不是有所值的话他都不会买 那卖那个也老老实实 你做得卖东西的或者做得零售商的 你当然要提供一个适切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次日本7-11这件事 正好就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形势的改变 就是说买卖之间 其实我想大家要进一步想一想 怎样拿一个平衡点 就不是说其中一方是一定对的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